总统要来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我个人是蛮期待的 所以近平很精彩吧 至少 当然 尤其你可以看到这个 曾经也创下 民主政治史上的首例 232天不进议会的赖清德 那现在 顶着总统的光环跟身份 又曾经是前格魁 的确他会创下宪政上面的 这个首例 如果他能够顺利到 这个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的话 而我认为不只是刚刚两位委员 有提到说这个因为国民党团 这个提案 然后立法院也正式提出邀请了 第一赖清德他曾经公开讲过 只要立法院提出邀请 他就一定会到国会报告 所以这个前提 国民党已经这个铺出来了 那这个前提建立了 那第二 国民党和民众党要联手这个修改 这个立法委员职权行司法 也就是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之一 那国会改革法案的 重头戏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国民党 跟民众党团都希望能够 定出一个规矩就是 总统在每年二月应该要定期到国会 到立法院向这个立法委员到国会进行 定期的报告每年二月 而且国民党团那时候他提出了党团的版本 修法的这个方案内容是指说 必须急问急答 所以姑且不管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这个立法委员职权行司法 最后会不会在朝野协商或者是在 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跟民进党团 三党朝野这样子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讨论或争议中 怎么通过 但这个状况就是 这个趋势已经成了就是 这一次的提案邀请 我刚讲第一个前提成立了 那第二个前提就是 与其变成国民党他要修法 然后民众党也打算要修这个 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赖金德再怎么样都不得不去 以后变成定期要去的话 那你不如现在 既然有这个在野党 也是国会最大党提出来的 那你就顺水推舟 顺着这个方向去 所以我才说 当赖金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舞台 创下这个台湾民主宪政史上的 第一个例子的时候 那他的表现方式 刚刚其实千万你有提到说 干嘛合屁啪啦这个表现的太好 或怎么样 好像变成帮他舞台搭起来 他的表现很好 然后怎么样 那就要看他啦 他如果 你不管是他的举手投足 和他的态度 他的这个 你看他最近不是在新内阁 陆陆续续公布了 都在勉励说什么内阁要请听民意啊 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你公布的内阁 还有你准备要留下的人 都不是做这个样子 跟你讲的是背道而驰啊 不是去告立法委员 就是在那边很呛 然后直接在立法院这样直接 你可以去告我啊 你可以去告我啊 你告我那个藐视国会啊 完全跟你所提出来的 勉励新团队新政府的阁源 要请听民意 要谦卑那种态度 完全不同背道而驰 就跟蔡英文2016年当时说 谦卑谦卑再谦卑 你可以这个听那个 当政府没听到的时候 你可以拍桌一次 再拍桌两次都没关系 完完全全跟蔡英文是一样的 所以当赖清德 你的现在的做法 你公布新内阁新政府团队人士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那大家对你的期待 我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是你还没进立法院 你还没有不管你是不是坐在国兵席 不管你是怎么样跟韩国瑜立法院长互动 大家会瞩目 那这也成为韩国瑜接任立法院长之后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重头戏 这个重头戏就是如何接待赖清德 如何跟赖清德这个双方之间 你我之间的一个互动 那赖清德是这一届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也是总统当选人 新的准总统 韩国瑜是上一次2020年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虽然两个人不是在同一届 但是呢 举手投足 两个在一个在执政党 一个在在野党 都非常具有他的高度的政治声量跟分量 那所以韩国瑜在立法院的重头戏 真正的这个发挥了立法院的国会议长龙头的角色来了 他怎么去跟这个赖清德互动 怎么去安抚这个赖野党 如果赖野党不爽赖清德的国情报告 你看像这个拜登上次在 这个国情之文的时候 就被底下的这个共和党直接有些直接都退席 然后直接骂拜登是这个骗子 直接骂了 然后就走了 很不给拜登面子 那时候拜登在今年年初 在美国国会做国情之文的时候 就这样子啊 那当时国会议长也没有办法去制止 他的共和党的这个同僚议员 也没办法 所以韩国瑜如何在立法院 能够稳住在野党的国会议员的这个状况 然后又能够让这个执政党 这个国会议员好像不会太喜行于色 好像太兴奋了 而随着这个赖清德从立法院中庭穿过 进入议场之后 然后就跟着在旁边也表演的起来了 这才是考验韩国瑜真正把整个控场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韩国瑜反而最重要的重头戏 他当任国会议长 如果赖清德确定要去的话 为什么他要派周万来 去整个整个状况 这个辽若执掌的掌握一遍 跟赖清德的幕僚研究动线怎么走着 就是不怕一万只 怕万一发生这样的一些状况跟插曲 所以我觉得 与其包含赖清德就是想去创造宪政的先例 因为在历史上他有个定位 我就是比蔡英文走了前一步 蔡英文不能做到的 我起码我还没上任 或上任才刚三四天 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做到了 起码他可以有点想要走出蔡英文的阴影 想要跟蔡英文互别苗头 蔡英文过去八年做不到的朝野和谐 我在短短上任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礼拜 我就可以有一种朝野和谐的这种 橄榄枝的递出来那种感觉 虽然有点嘲笑也大 民进党没有过半那种感觉 但我可以在里面好像开启一种 新的政治智慧的一个格局 这是赖清德的心理的盘算 他不只想要创造宪政的首例 还想要创造跟蔡英文不一样的思路跟格局 但对韩国瑜在野党的这样一个国会议长龙头来而言 他更要好好的去做好这整个控场 更是难度相当高 因为我觉得相对于赖清德就是 如果真的确定他要去 那他就是走个过场 然后完完全全历史上的什么第一个记录 就像我刚刚讲的几个历史记录都会加注在他身上 但是这中间只要有一个插曲或是状况走中了 那这样完全就会算到这个韩国瑜的头上 所以韩国瑜在立法院他如何要尽地主之宜 他如何要把这个地主龙头国会议长的角色扮演的恰如其分 真正才是考验他这个身为立法院长的这个最重要关键角色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大家当焦点都把它放在这个赖清德的时候 我反而会关注你看到韩国瑜到时候的表现 好那在这一题呢 我想用这个网友他的斗内留言作结好不好 陈诗宏他说赖清德国庆报告蓝白两党要保持风度 但该问的还是都要问 要先讨论好事先准备的问答 千万别哩哩啦啦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吃大餐 So easy 往往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